首先呢这件事不是说没有跟你说 这件事我要参加那个公司的面试以及中事 从头到尾都跟你说了 只是说在邮箱里给我发了一个入职信 一个文件他当时没看到 他就觉得是我什么没告诉他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对啊 那这个信你确实没告诉我呀 是我看你手机我才发现的 那你拿到了offer你应该是挺高兴的吧 那你怎么不知道跟我分享你的喜悦呢 因为当时可能就是时间的原因 我就并不打算参加这公司的 什么时间的原因 这不就是一句话的原因 我自己时间不合适 我也不打算参加这公司的事 我都跟你 这些我都跟你讲了呀 那你得打算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那什么叫我这件事没跟你说呀 我这都跟你商量了 当时怎么说的呀 那这是你不想去 你要是去了呢 你去的话你是不是就自己走了 去那边工作了 那我呢 那你怎么工作这件事 你都不跟我商量 这工作事就不复发生了 有什么事我是哪件没跟你说呀 而且就是一张图线 那除了这件事还真有 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俩不都是做老师的吗 你们俩稍微慢一点 我先消化一下那件事 太真实了 这个女人和男人的思维 在这个点上太真实了 男孩是接到了入职信 不去了我就不跟你说了嘛 女孩马上的跳级反应是 你要去了 我们俩不就完了吗 是这意思吧 对 你们女人的这个思维 都是这样的啊 行 可以往下了 就是我觉得她不管是去不去 这都是一种决定 对吧 决定就要跟两个人 真相互相量着来 行 跳过 对 他刚才说 哪件事没告诉我 还真就有 你就说隐瞒的事 你说 我俩不都是做教育这个吗 然后他是教数学的 我是教英语的 然后他呢 自己就有一个好的想法 像自己设计出 带自己logo的一个教案 然后以后方便自己 用自己的方法去教学上 然后他自己弄了一个 这么厚的教案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的 然后到最后 是我自己发现的 我就说你有这个好的想法 为什么不能跟我分享呢 再一起进步 一起努力不行吗 我就觉得他现在是想自己偷偷变努力 然后变优秀之后把我甩了 我觉得是太严重了 我是做数学辅导的 他是做英语辅导 这是工作内容 我觉得是并不相干 我认为生活就是不要把工作迁入其中 而且教案我做好了之后 我一直在我那书桌上放着 他是一直没有看到过 就是觉得我是在偷偷变努力 而且有什么事我都在跟他商量 有啥好的点子 我生活中没有跟你在交流吧 而且你遇到什么问题 我也是在第一时间去 那你不要跳过这件事 那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你不是说哪件事没跟我商量 那这就我已经找到两件事了 这件事是自己工作的事 那你就觉得是你自己工作的事吗 那你还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呢 再说我看到了 我为什么看到之后我没有去做 因为我就是希望你能主动找我 然后咱俩一起去做 如果我发现了你做这个 我不会效仿你 我会找一种我自己的方式 去让自己变优秀 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看到它 我就不理会的原因 首先你是做英语的 你看到我数学教案 你会让自己变这个秀 但是哪个不需要数学教案呢 你自己设计出一套教案 那我也想有个设计出一套教案 那你是做英语辅导老师 这个是你竞争为啥自己不做呢 我没想到 那我之前想到好的经验 我都跟你分享 老师多认识应该写家外的吗 你是最想要 两位老师我来一句行吗 你们那个教育机构 应该校长特别高兴 看看我们的老师 跨科交流 那么激烈 对学术问题那么较真 他们算捡到宝贝了 但是我们这儿毕竟不是你们公司 我们就谈情说爱的地方 不要搞那么严肃 我